嗨,我是Sandy 我来Impact参加咖啡师课程 那这个课程为期五周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咖啡相关的知识 跟开店需要知道的一些卫生的资讯 那老师都非常的专业 然后在课程中你也可以练习到很多英语对话 因为我们要和主员讨论很多跟咖啡有关的菜单啊 或者是怎么样营运一个餐厅啊 或者是你对咖啡的喜好等等 那在课程当中我们还会有几周会到 街上参访其他当地的咖啡厅 那每个咖啡厅都有它的独特特色 不管是素食的咖啡厅 或者是来自日本咖啡厅 每个咖啡厅都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们不会一直待在课堂里面 我们还可以走到街上 然后在街上晃晃 然后去体验不同的咖啡文化 那在维席这五个礼拜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到TAFE 一个比较一个更专业的寄职学校 那那边的老师也会让我们练习非常多的咖啡 不管是要脆浓缩或者是搭奶泡 在那里都可以得到相当多非常专业的训练 那在这五个礼拜时间虽然听起来很短 但是其实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然后大家也熟悉得非常快 因为我们在开场上学校有非常多的交流 所以不仅仅是练习到咖啡 然后交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老师们也都很nice 然后大家还会约出去玩 一直到一起到可能GoCode 或者一起到很多地方吃饭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 不仅是学到专业 只是教到很多好朋友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不管你是喜欢咖啡还是不喜欢咖啡 其实这个课程都非常适合你 你可以从这当中发现 说不定你其实是蛮喜欢咖啡的 或者是你其实本来有一些咖啡支持 但其实澳洲的咖啡文化有很多 其实跟亚洲国家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通过这个课程 可以学习到相当多 不同的专业知识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推荐大家在InPACT参加咖啡系课程